作詞・作曲 王晃 半個月亮爬上山來 難風吹倒海 银火成儿飞去飞来 满园和花开 月儿光光照在天外 青涩上结台 春夜飞去秋夜飞来 听千贵花开 花园十五场灯结彩 盘得中秋来 月圆并圆 有余礼拜 月神拜呀拜 有余有肉 一桌豪彩 情人居家宅 吃得尝快 小的开怀和假期安排 出儿遥遥 不敢看差 长鹅依旧在 一家团圆 世世代代 心呀幸福来 晚个月亮 爬上山来 满风吹到海 银火成儿飞去飞来 满园和花开 月儿光光照在天外 青涩上结台 春夜飞去秋夜飞来 听千贵花开 满园十五场灯结彩 盘得中秋来 月圆并圆 有余礼拜 月神拜呀拜 有余有肉 一桌豪彩 情人居家宅 吃得尝快 小的开怀和假期安排 土耳朵 土耳倒摇 五刚看差 长鹅依旧在 一家团圆 世世代代 心呀幸福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月十五场灯结彩 盼得中秋来 月圆并圆 有余礼拜 月神拜呀拜 有余有肉 一桌豪彩 情人居家宅 吃得尝快 小的开怀和假期安排 土耳倒摇 五刚看差 长鹅依旧在 一家团圆 世世代代 心呀幸福来 游戏时间到 大家好 我是童童姐姐 我是哈咪瓜哥哥 今天有哪些哥哥姐姐要一起玩游戏呢 大家好 我们是 防暴小组 帅帅帅 很厉害喔 那这一组是防暴小组 下一组该不会是猜蛋专家吧 我们来看看 大家好 我们是 猜蛋专家 猜蛋专家 猜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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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什么大家的队名都这么帅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一件 很不得了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 叫做 沒錯 待会儿每个哥哥姐姐头上都会有一个数字 我们从1到25依序叫号 每个人都能叫三个数字 最少一个最多三个 如果你叫到你头上的数字的话 那你就要 哇这个游戏紧张又刺激 到底要怎么玩呢 来看看哥哥姐姐玩游戏吧 数字炸弹 现在大家的头上都已经戴好了 专属自己的数字炸弹了喔 大家观察一下你的朋友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头上的数字 所以 好好的 单纯的 开心的玩这个紧张的游戏 想想看待会儿要怎么喊喔 好 那我先从 贝果哥哥开始 好 往柠檬哥哥这边走 好 1 2 3 4 你不要紧张 5 6 7 8 9 10 我只不希望你喊到 我才喊一个 对 因为我想说害下一位 所以他喊到自己了 好可惜喔 好可惜 张导姐姐害人之心不可有 好可惜喔 因为这个数字其实蛮小的 很快的这一轮就喊掉了 对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对糖果姐姐超级好 我没有从你开始 对 对 你开始就不 你知道你是多少吗 不知道 2 1 2 很容易喊到的 好第一round呢 香草姐姐很不幸的被淘汰了 那接下来的大家我们来 换数字 哇 现在已经换数字了 这个数字呢 有大有小 我只能这么说 嗯 大的很大小的很小 这一次从哪里开始啊 从 柠檬哥哥好了 哎呦 3个给他喊下去不要怕 往前冲 加油 你可是拆蛋专家 好 来了 专家来了 专家来了 1 2 就这样 就知道 就这样我 就有一个 3 4 5 5 8 6 7 8 喂 你这么敢喊 真的假的 当然 不 不 你吃过什么 为什么 你逃不了了 你逃不了了 是6 好可惜喔 6没有大顺 对 好吧 好吧 那你只要淘汰了 我也要 我也要 第四脚 现在剩四个人了 对 那我们的数字要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点 换数字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数字呢 变小了 因为现在最大的数字只有到15而已 15以上就没有了 我们都抽掉了 好 所以你们现在头上的都是15以下的数字喔 OK 小心和 好 慢慢喊猜蛋专家 跟另外一对是什么 方暴消除 好 小心喔 小心为上 好 我们从 蓝美姐姐开始 好 炸弹准备好 好 好 干嘛 1 2 3 4 5 6 7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还一个 两个 还三个呢 还下去 不要 8 9 蓝美姐姐呢 10 爆 我爆了 你猜你的号码是几号 你猜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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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姐姐加油了 会就不了你了 加油 猜一下大家 加油 加油 所以你们不知道头上的数字 那我们就继续好不好 好 好 好不好 加油 好紧张喔 不紧张 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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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边看细节的好友耶 好 好呢 韩国姐姐开始好了 好 1 一个吗 好 2 2 3 4 2 5 6 7 8 9 10 1 12 13 14 15 5 都没喊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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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再从1开始 好厉害喔 2 1 2 1 2 3 5 6 7 8 9 10 2 不要紧张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喊完自己低头 對啊 可以 不要紧张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啊 勇敢的喊出來 有自信 可以啦 大聲一點 你就猛了啦 你就是他自己是10嗎 蛤 有這個預感嗎 沒有 你會幹嘛緊張 他自己的臉看起來就是10啊 他的11 他想要害他是11 那我就喊10好了 好險喔 也是滿聰明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數字炸彈 現在剩你們是哪一隊 我們防爆小組 防爆小組 防爆小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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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過去啊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防爆小組 炸彈 好厲害 我們贏了 對 數字炸彈這個遊戲 真的好緊張 好刺激 大家都玩得很快樂 對不對 好緊張 有時候又要擔心自己的安危 可是又很想要救隊友 對 又想要害另外一隊友 但是啊 千算萬算 可能算不到自己 就是那個會爆的炸彈 說得好耶 這個遊戲真的很適合 全家人一起團聚的時候來玩喔 小朋友下次也試試看吧 下一次再跟著哥哥姐姐 一起來玩遊戲吧 再來玩一次 好 再來玩一次 所以我就好吃幾號 來講笑容去熬溜天馬星空人 我們的愛在全世界發生 哥哥姐姐說故事 來提故事囉 大家好 我是大樹哥哥 大家好 我是小紅梅姐姐 今天要講的是七夕的故事 是有關牛郎跟織女的傳說故事喔 大家仔細聽囉 傳說牛郎是個很貧困的孩子 他的哥哥跟嫂嫂啊 很不喜歡他 所以要把他趕出家門 讓他獨立自主地過生活 但是只給了他一頭老牛 所以他生活過得非常辛苦 但也因為這個樣子 他們產生了非常艱深的情誼 有一天 老牛就對著牛郎說 牛郎 過幾天啊 會有一群仙女到河邊洗澡 你啊 趁機拿走一件粉紅色的衣服 這件粉紅色的衣服的主人 將會是你的新娘喔 這件事情就如同老牛說的一樣 被偷走衣服的仙女就是織女 她飛不上天空 她徘徊在人間 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牛郎 兩個人因此相戀 生了兩個可愛的小孩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老牛年紀越來越大 她覺得她日子不多了 她就對著牛郎說 牛郎啊 我啊 活的日子應該不多了 到時候我離開時 你就將我的牛皮取下吧 當你遇到困難時 這個牛皮啊 將會幫助你 說完這些話之後 老牛就離開了 牛郎非常的傷心 當他非常謹記老牛對他說的話 把他牛皮給取下來 好好的收藏起來 但過了這個難過的事情之後 又有一個難過的事情發生了 剛走了一件難過的事情 又來了一件悲傷的事喔 沒錯 就是織女呢 其實是玉皇大帝 最疼愛的孫女 當她知道她孫女 在人間跟牛郎結婚 她非常的難過 所以呢 她派了天神 還有王母娘娘下凡人間 趕快把織女帶回天空 讓牛郎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她非常的難過著急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我的織女被帶到天上了 我 我又飛不上去 啊 我知道了 老牛曾經跟我說過 當我有難的時候呢 就拿出她的牛皮 她可以幫助我 嗯 就這樣 牛郎披著牛皮 帶著兩個兒子 往天空飛而上去 開始追上王母娘娘娘 快追到織女和王母娘娘的同時呢 王母娘娘就從頭上拿下金采 在天上畫下一道天河 就這樣 牛郎再也追不上他們了 那織女呢 被帶回天上 每天都一淚洗臉 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 我好想念你們喔 而在地上的牛郎和孩子們呢 也天天哭泣 最終呢 他們終於感動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呢便答應他們 每年的農曆七月七日 讓他們相見喔 但是呢 因為天上海到天河對不對 對 所以牛郎跟織女還是沒有辦法相見 再來問一下大家喔 如果我們要過河 我們需要搭一個什麼東西在上面 橋 橋沒有錯 玉皇大帝非常的體貼 請了喜鹊來幫忙 讓他們一隻接著一隻 一隻再接著一隻 讓他們搭成雀橋 讓織女跟牛郎 在農曆的七月七號 可以在雀橋上面相見 那小朋友 聽完這個故事呢 小妹姐姐來問你喔 所以呢 七夕是農曆的幾月幾號呢 七月七號 沒錯 是農曆的七月七號 聽完這個故事 覺得這個故事好像有點悲傷耶 對 有點浪漫 又有點悲傷 那今天的故事好聽嗎 好聽 下一次再聽哥哥姐姐說故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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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沉沉沉沉沉沉沈出外島 河花櫻花香味飄 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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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天 冬天 寒风啸 月子往南飞的高 外婆说 吃完汤圆甜 碎了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 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 美好 春夏拙火 月子往虎山湖 春夏秋冬 试詹 春天春天初来到 他画樱花香味飘 蝴蝶说 彩蜜世界了 淘淘 夏天夏天 艳阳照 理智满卧满树梢 妈妈说 十块西瓜树奇小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 秋天秋天 落叶飘 空下飞乐到碎药 冬风说 风说季节好热闹 冬天冬天寒风啸 云子往南飞得高 外婆说 外婆说 十万汤圆天 随便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 春夏秋冬 四季变化很奇妙 春夏秋冬 每个季节都美好